前一天晚上喝酒 但是隔一天七八點就驚醒了 起來之後又想睡覺 講這句話的人 要嘛就是已經老化了 要嘛就是提早老化 喝酒會讓我們體內更虛 虛的時候我們就處於一個 老年狀態 睡不久 會對問題的人 要滿單身的 好 醫師我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比方說很多醫師在減肥上面 其實都不推薦喝酒 但是中醫有什麼推薦的 酒精嗎 比方說如果你真的想喝酒 喝一些什麼酒其實是好的這樣 酒喔 對體內的影響也是濕氣為主 所以我們真的得喝的話 就是選那個 濕氣少的酒 骨類量的酒跟水果量的酒 哪一個濕氣會比較重 應該是水果酒吧 沒有錯 水果量的酒 它其實濕氣會比骨類量的重 通常要喝 這時候喝選骨類量的酒 所以高粱是可以的 你也是高粱掛的 好 我也是 米類量的酒跟小麥類量的酒 哪一個濕氣可能會比較重 這一定是米類的 沒有 小麥類的 對 剛剛講 小麥類的濕氣會比較重嘛 所以米類量的酒 反而會比較適合一點 對 所以清酒跟威士忌 你可能會選 清酒 清酒 是吧 高粱介於米跟麥中間 跟酒精度反而不見得有關 它反而跟它的原料的關聯比較大 所以月經期間我會推薦清酒 然後清酒我們再分 冰的清酒跟溫的清酒 你覺得哪一個會 溫的吧 對嘛 溫的又更好 所以我們就選出來啦 月經期間我們會喝 就是溫清酒 那溫清酒通常都是選 紅酒酒啊 那本釀造的 或者是純米就可以了 不需要喝到什麼大飲料 或純米飲料 因為那些都要冰的喝 晚上下班去喝酒 然後喝很醉素醉 有什麼簡單的結醉醉的方法 我會推薦自己做就是喝薑 其實薑對於 醒酒 結酒特別好 內服外用都有效 而且是要生薑喔 泡腳 透到觸犯最好 然後再喝薑茶 我認為 效果最好的 B群 維他命C 這些不違背 你可以一起用 B群維他命C 就是在讓體內 肝臟別多快一點點 但是薑它比較難讓那個酒醒 那如果是隔天呢 隔天一早 一早起來泡腳 一個槍泡腳 我也覺得很難 我會做 我想要做醒酒貼片 就是這樣 不是說你們起來喝檸檬汁是什麼 那就是維他命C啊 那個就是講的說加維他命C 那不違背的 可是加維他命C 可能比較是結酒 增醬是醒酒 噢 醒酒意思是說 我看起來是清醒的 即使我體內酒精能度很高 但我很清醒 很夠增醬 前一天晚上喝酒 但是隔一天七八點就驚喜了 起來之後又想睡覺 這個情形其實是 身體太寒造成的 你會發現到啊 講這句話的人 要嘛就是已經老化了 要嘛就是提早老化 它會很像是什麼 老一輩的人啊 五六點就醒來睡不著了 因為人的身體年齡啊 跟陽氣有關 喝酒會讓我們體內更虛 虛的時候 我們就處於一個老年狀態 睡不久 你在喝酒前 可能就要適當的去補氣 溫暖的陽氣 包括一些乾薑啊 擋森啊 一些補氣的藥 讓自己先下去 你反而有氣才睡得久 問這個問題的人 高滿單屬 好慘喔 我現在就要去跟他說 誰 屈屍屍屍 屍屍 排濕器的飲食 像花椒類 而且我要做一個區分 它跟辣椒不一樣 反而台灣人體質辣椒要適量 其實麻辣鍋 麻辣鍋是幫助減肥 它會幫助排濕器 所以說你適量的每個禮拜 你可以挑一件吃麻辣鍋 那加鍋底最好 用的料是好一點的 當然你還是要控制你的熱量 不要說狂吃 而是你加上這些 只要把四季味都會排出來 我是支持吃麻辣鍋的人 那花椒是要真的吃到肚子裡面去 還是我喝那個湯就可以了 你帥過就好 因為麻辣鍋的湯太濃嘛 那花椒其實不只是濕鍋 泡茶也可以 進去